新聞11輕鬆聊聊天 生活消費 震驚娛樂 發燒話題最新鮮 週一到週五十一點零七分 鎖定中廣APP YouTube線上直播 我是郭戴萱 我在中廣新聞網 歡迎光臨新聞11很高興為您服務 來一份五間搶先報 你推報 我來報 戴萱 哈囉 各位新聞11的朋友們 大家好 今天看到我們 在我們的新聞11的現場 我旁邊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大來賓 那很高興今天可以邀請到我們前副總統 呂秀蓮來到我們新聞11的現場 那我們其實通常在這個時間一開始的時候 很多朋友們他們現在可能有些人在開車 要上班 那有些人可能在家裡面聽收音機 那甚至有些人會下載我們的這個 中廣新聞報 中廣相聽的一些APP 跟大家來做一些互動 呂副總統今天來看到 應該可以讓我們這個有這個直播 前面呢 就會有一些 一些這個網友們會直接來一些回應 相信這個呂副總統最近都很 對 那呂副總統要不要跟我們的這個新聞11 以及我們中廣新聞網的聽眾朋友們 我們先打個招呼 可能大家可能 欸 今天看到這個我們的直播 或是聽到廣播又會嚇一跳 欸 怎麼呂副總統來到現場了 我很高興我們這個新聞11要把我上架 把另外一些人下架 了解 對 好 那今天戴宣真的非常開心 可以邀請到呂副總統來到我們的新聞的現場 當然我們今天準備了非常多的問題 那在燒完了之後我們也會呢 開放我們的COIN專線 因為其實很多的聽眾朋友都很想呢 直接問問我們的呂副總統一些問題 包含呢 為什麼這次要出來參選 那還有一些朋友私底下就跟我說啊 他真的很支持呂副總統喔 希望呂副總統的連署很順利 而且一定要酸告對啦 對 好 那一開始的話 我們要不要先請我們的呂副總統先跟我們聊聊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呂副總統是我們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位女性的副元首 而且是唯一一位連任八年的副總統 對 連任八年 這個真的是創下了紀錄 而且他這次呢要對上的是我們的中華民國的 有史以來第一位的女元首啦 那這樣子的一個這個雙輸之戰啊 那大家也可能講說這兩位女性的非常典型的這樣的一個政治人物的對決喔 我們大家還是覺得很擔心這個未來的這個局勢怎麼走 那再來還有說大家目前滿對於這個蔡政府的一些應變啊 或者是說對於蔡政府的一些施政有一些有一些疑惑 那現在呢呂副總統的出現要連署 也提供大家第三種選擇 那呂副總統要不要跟我們聊一聊說 那你覺得你這次的參選的這個理念 還有你這個參選的出來 因為我們大家知道你講和平中立嘛 但是呃你這次會投入這樣的一個選戰 想必起心動念會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主軸 一定是哈 謝謝哈 很多題目我先回答一點哈 我為什麼要參選哈 一開始大家覺得說我不甘其寞 年紀這麼大啦 或者是潘心哈 要把民進黨怎麼樣 我只能講對不起哈 不要用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父哈 嗯 你們想要反對我的理由 難道我都沒有想過嗎 嗯 我一定是超越再超越 對 那我想我這次的選舉啊 如果媒體能夠認真給我機會表現 一定會非常精彩 是 而且會讓台灣的未來哈 完全不一樣 嗯 總的來講 因為我們的統獨問題 對 我們的藍綠對決啊 一直都是不相來往 造成整個國家撕裂 是 我想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最困難的地方先做 嗯 那 我們已經知道 長期以來 過去三十八年 戒嚴統治是 國民黨為了反共 所以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你必須容忍 那民進黨這幾年 在蔡政府領導之下 我個人 為什麼會挺身而出來 因為當年我還年輕的時候 我覺得那是當家的國民黨 很多事情是違反公平正義 嗯 我年紀輕我就跳起來反對 是 那現在的民進黨 那我感覺很像國民黨 嗯 那我年輕的時候都敢反對 為什麼我現在還要包庇 還要容忍 還要姑息 嗯 所以我希望更多的黨員同志 我們當年怎麼支持民進黨的 對 如果現在民進黨的當家的掌權的 他違背民進黨基本理念價值 做這些事情 你還要一定支持他嗎 嗯 我們長期以來 差不多都被兩個政黨綁架了 是 因為我是哪一黨 所謂閉著眼睛 只要黨提名的 我一定要支持 對 那有時候就說 哎呀不好意思 那是我朋友的朋友 所以很快就答應 是 我就是大膽呼籲我們大家 先有民主人才有民主國 嗯 我們每個選民自己要作為 有獨立思考能力 然後用責任 然後還加上智慧來判斷 嗯 因為選出來總統好壞 就是你前途的好壞 是 不要再輕易就決定 嗯 第二個 我非常注意民意的走向 是 現在國民兩黨啊 輪流綁架台灣的 這兩個政黨 但支持率不到三成 對 他們加起來都不到五成啊 嗯 然後這個兩黨的喜好度 或者厭惡度不相上下 是 這個時候我呼籲還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 啊 大家重新覺醒 其實我想呢 兩黨的黨員現在也在理性的在反省 對 這時候沒有人敢挑戰我來挑戰 是 那我認為政黨政治要重新調整 因為我們現在登記有案居然350個政黨 這個也不對嘛 嗯 結果這一次的話我們重新呢 政黨政治重新洗牌 是 新的政黨倫理文化重新建立 來盤整這樣子 對 呂副總統你知道嗎 其實最近啊 有一些民調的數字出來 其實呢 看得出來是對於以往喔 這個你的這個氣勢其實是不太一樣的喔 因為像是這個聯合報的一個最新民調是說 您在這個韓國瑜 啊 啊 蔡英文跟這個就是您三三角都中間呢 您是已經有10%的一個支持度 那甚至呢 您在這個這個那個那個那個有一個網路上面的一個粉專啊 啊 您跟這個蔡總統來做對決的時候 欸 他拿75% 你已經有25%的一個支持度 這其實看得出來說 其實欸 你在過去以往的這樣的一個啊 從政的一個歷練 而且我們其實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比較 其實您在備份上 或者是說您在比如說外交的一個熟練度上面 其實都比這個蔡總統 他可能呃現在的這樣的一個執政的經歷 來的是更資深一點 而且呢 這個經驗是更豐厚 而且我昨天其實有看到一個記者會 您跟這個羅志強 前這個總統府秘書長 你們有一個外交的一個辯論 那他們就講到就是說 有關於這個外交 現在這個斷了兩國啊 那這個兩個邦交國在一週之內呢 就跟我們say goodbye了 但是呢我聽到呂副總統那個時候有講到說 哇 這個當時這個馬少爾 要這個跟我們斷交 好像是我們臨門一角 我們呂副總統代替陳前總統 就是去跟他這個哇 這個斡旋斡旋 然後呢 用這個良好的關係把它保留下來 好對 哇主持人你一下拋那麼多題目 沒關係 再聊一聊 要不然的話 可能聽眾只聽你題目 沒聽到 OK是 沒關係 我剛剛就講說 因為我的中心思想 就是要挑戰我們傳統的兩黨綁架 是 那呼籲大家先做民主人 我們才有民主國 對 所以從這些 然後更重要 我們要做負責任的國家的民主人 是 國家的主人是在人民手裡 可是過去不夠負責任 好 我常常講 這個女生 要買一件衣服 都要shopping好幾家 為什麼你很 當下就決定候選人 對啊 你的老爸屬於哪一黨或怎麼樣 好 當然這樣還不夠 對 為什麼要選給我 是 那剛剛你替我講我的資歷等等 當然我比蔡總統 這個 早生12年 或者你們說 這個年紀大12歲 但是我想 國家的領導人 重點不在他年輕不年輕 對 那這點我覺得 我去年就挑戰了 我就說我是祖母綠 祖母綠是寶石中的寶石 對 什麼不好 我們看能放眼這個 尤其美國現在都是老祭福利都要出來 為什麼 因為國家治理需要太多的歷練 太多的智慧 年輕的朋友當然代表未來 可是歷練不只是全民副學會 讓他學做總統 那我不用副學會了 對 我立即可以上道 對 上手 針對這個外交的問題 需要一點時間來說明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蔡總統三年之內斷了七個國家 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後面還有十五個邦交國 最大是人口一千六百萬左右 的這個瓜地馬拉 我是這個中華民國有史以來 第一位現任的當時是副總統 總統以來都沒有去過那個國家 所以我情有讀中那個國家 那也是因為我去了好幾次 所以這個關係穩住 那可是我也要提醒 我們現在剩下的十五個邦交國 裡面有三個邦交國人口是一萬而已 那你能說 哎呀這不重要 也重要 因為他在聯合國有席次 可以替我們發聲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不能用大小來看 是 可是心裡要有數 我們這十五個國家還會被買掉 三個原因 一個是中國一直認為台灣沒有主權 所以不能有人承認你 對 所以是第一個 第二個因素就是中美現在在戰略 這個競爭上 在重新洗牌中美的戰略版圖 以前重點都是第一島鏈 第一島鏈無疑是台灣最重要 對 可是現在第二島鏈是美國在酷 所以中國就跳到第三島鏈了 他發現說如果在太平洋這一島 整個各個島國連線起來 那美國嚇壞了 因為第三島鏈其實就是美國第一島鏈 所以他們現在一看那裡我們的邦交國最多 目前最多在那裡 所以我心裡知道可能還會再掉幾個 在挖牆角 對 那假如我當選以後 我是做好零邦交以後 我們怎麼重新出發 不是在罵來罵去 這個韓市長就用一些很尖酸刻薄的話這樣子 有什麼用 我甚至覺得說我們現在國內其實有 還有一些很愛中華民國的我都給尊敬 可是我希望所謂特別愛中華民國 我叫做華獨派 華獨派 對那你就要趕快用行動來捍衛 我希望華獨派明年 要積極推動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 為什麼為什麼有人不喜歡 大家沒有去檢討 就是在聯合國我們被排除以後 沒有再盡心盡力 倒過來反而綠營在推加入聯合國的時候 都受到華獨派的冷嘲熱諷 另外每次邦交國一段的話 他們覺得好像很開心的樣子 嘻笑怒罵 都是民進黨責任 是這樣嗎 對 問題這麼複雜對不對 問題就是我們的國家定位 我們跟中國的關係 還有我們的國民 當然所謂華獨派就是熱愛中華民國 這個我完全了解跟尊敬 可是就是說大家檢討一下 那為什麼有一群人啊 他聯合用台灣 因為他覺得中華民國走不出去 所以如果支持中華民國 不是就在台灣喊中華民國 你跟中國人 你到大陸你國旗要拿出去 所以我那時候講說 如果郭台銘可以把中華民國國旗 登陸大陸的話 我想很多人會投票給他 因為他戴一個帽子 不是他不是到中國 現在到美國 所有支持中華民國的 請你們要發願 戴帽子也要拿國旗 要登陸中國大陸啊 所以大家有這樣的使命 對不對 不要再罵來罵去 這就是我想要大家來反省 那所謂贊成 台派的 對 我就需要對話了 是 互相對話以後 我們平行禁忌 為台灣選出一個對立行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同舟共駐一條船嘛 我就最近拿這個 呃 鐵達尼號來作證 鐵達尼當時是 全世界最豪華的 嗯 連他那個船主 他自己全家首航的時候 他很得意的全家都去坐了 對 到最後東東 掉到海裡去 對 那這個過程 他的問題有多少 我簡單的講 就是因為 他雖然這個船體很豪華 但是呢 設備啊 特別是逃生艇 只有180 他可以做3000人的 對 只有180 那就意思他心目中 就是只給那個 頭等艙的人去逃生嘛 嗯 那更慘的是後來發現 那個 第三層 就是 三等艙的這些 都是要去做奴工的這些人 對 那個 船難發生的時候 他還把逃生門鎖起來 對 他們沒辦法逃 可是回過頭來 你會發現 大家同舟於命嘛 對 所以這裡 更重要就是 事情發生以前 啊 有六 六個電報 就是別的船子警告 是 要逼近 就他們束手舞者 因為這些船員 大部分都沒有經驗 是 船長 雖然是有經驗 可是呢 他當時心慌 是 沒有辦法應變 所以自己逃生以後 船就存下去 是 我們需要這樣的 這個船長嗎 對 我們政府團隊 難道不需要要精权有經驗的人嗎 是 所以這個 那這裡 存一存管理有錢人 或者窮人 我們不要 受制於那個電影 那麼浪漫的 一男與女的浪漫故事 不是 這是非常嚴肅 1541個人 全部沉船的 一個非常可怕的災難 對 呂副總統我們也想要請教 就是說 因為你這次有提到說所謂的這個和平中立 因為大家都很擔心說 因為其實過去我們只要提到 譬如說有什麼台獨啦 或者是呢 要獨立的一些狀況的時候 對岸立刻就是很緊張的 而且他們呢 是感覺就是文攻武嚇啦 那就很想要了解就是說 那如果呂副總統您真的就是連署成功 那您未來也許真的 真的很有信心 我們可能真的當了我們台灣的船長 那如果你要走向這個獨立 有辦法跟這個和平是可以 這個是可以做一個共存的嗎 這份 對這個 給我們網友看 對網友可以看這個 對我們直接可以給他們看 好 你要留一份 好 這是我今年3月5號 代表一萬個連署的朋友 一起送上去 對 結果啊被中央選委會補回 是 用亂七八糟的理由 我非常不服氣 嗯 然後這個立法院啊 居然啊 還在 蔡英文總統 應該是在他的受益之下 嗯 提了兩個法案 對 第一個就是說以後要公投連署 全部要付身份證 贏本 嗯 那我在5月份 先得到這個消息 我就跑去立法院去拜訪 民進黨的黨團 是 是 我提醒他們 這是違憲的 對 根據大法官會議解釋 我們每一個人的隱私權 都要受到憲法的保障 保障 嗯 所以我這個特別去提醒這一點 可是他們照樣6月份 要正式表決以前 我就準備 我要做最壞的打算 如果他們硬要通過 我就決定 所以 那時候有兩位年輕人 黃世秋還有這個毛嘉慶 因為他們去年有從事公投 所以他們先饗宴 他說我們先決死再嫌 那我就說 如果你馬上收回 我就不用抉擇 假如他們硬要通過這個 公然違憲 我自己也決死到底 結果還好 撤掉 但是後面的一個他們照樣通過 這個我覺得也是很不能忍受的 就是怎麼樣 我們知道公投有三道門檻 第一個連署1800份 很容易過 所以案子一大堆 那麼第二個階段 從95萬份降到28萬份 我覺得還算合理 那第三階段 他要全國要有一半以上去投票 然後要全國500萬人以上同意才過 那你現在不讓公投跟選舉在一起的話 大家不會去投票 所以第三關全部給你腰斬 幾乎不可能 這種情況之下我認為 是頭痛 你應該醫頭 因為他說去年的公投 亂七八糟 亂七八糟原因在哪裡 就是因為原來的設置 公投之外 有設一個中央公投審議委員會 你既然公投之外 有個專責機構來負責 他把它取消掉 全部丟給中央選舉委員會 對 選舉已經夠忙了 工作夠忙 你把這個公投降低門檻以後 丟給他 當然亂成一團 對 那你就回復這個公投委員會員 各有專責嘛 對 問題就解決 結果你頭痛 我說你去拒人家的腿 讓全民啊 什麼聯署通通要付身份證 然後不可以跟選舉在一起 我覺得很可惡 了解 這個刺激到我說 如果蔡總統這樣違背 這個民進黨的核心 因為我一輩子為台灣的民主 上過多少街頭 做了六年的黑了 蔡總統你那時候 還在國民黨的黨國權貴權子裡面 嗯 了解 那個呂副總統 因為我們這個和平中立 當中有一個中立國啊 但是我們如果不被承認是一個國 或者是說呢 如果您真的當選 你當我們的這個船長 你要推動我們變成一個獨立的國 但是這個這個過程是你會 很好 題目很好 讓我來解釋 我公投主文是 你是否同意台灣應向國際宣布和平中立 我全部要考量掉 因為我們的領土 包括台澎金嘛 對 其實就是把台灣海峽涵蓋 那事實上從1952年開始 1954年開始 美國呢 就把台灣海峽中線 一個David Stein 無形的 可是這已經分割兩邊 所以台灣海峽其實是和平的 是中立的 那非常符合現狀 所以我並沒有用國這兩個字 另外我分享給大家很重要 聯合國在2017年2月2日 通過一個71275號的決議 確認國家保持中立 有助於區域及全球和平與安全 而且希望所有愛好和平國家都要採取中立政策 所以這是符合國際潮流 是 政治正確 他呼籲每年12月12號要宣布為國際 那就是本世紀的一個新的國際價值 那我覺得台灣我們如果經過合法的程序 公民投票代表就是國民全體的意志 全世界沒有不尊重 你看這50年代人類歷史 哪一個國家合法舉行公投 包括脫歐 因為公投要脫歐 所以他們要照 不然就要再來一次公投 同樣只要我們和平合法舉行一次公投 的結果會得到全世界的尊重 這樣的話我們先 那中國的這部分 我其實提倡這個已經有五年了 對 我覺得中國的領導人 中國的朋友 應該都很審慎的 很樂觀 在看待我們 到目前 並沒有 來用一些惡言惡語來打 那我在推論的時候 我自己也信守和平中立 這也是我這次挑戰傳統的兩大政黨 那就希望走的是和平中立的路 OK 每年 超黨派 超族群來支持 OK 每年的12月12號是國際中立日 那包含我們呂副總統的連數 11月2號這個連數要突破28萬多份 我們呂副總統很有信心 40萬份應該要突破 好 那我們等一下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再繼續聽我們呂副總統 來講他這一次參選相關 以及有關這個外交政策方面 他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我們先休息一下 BAW 新聞事件這麼多 政治人物口莫橫飛 你需要撥開雲霧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廣論壇每週一到五 上午十點鐘 邀請明家鄭村琦 董志森 江明清 游淑慧 郝龍斌 徐巧鑫 陪您聊新聞 談時事 最精彩的觀點 最精彩的觀點 最精準的分析 近在中廣論壇 上午十點 重磅出擊 新聞事件這麼多 政治人物口莫橫飛 你需要撥開雲霧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廣論壇每週一到五 傍晚五點鐘 邀請李俊毅 王玉銘 中嘉賓 陪您聊新聞 談時事 最精彩的觀點 最精準的分析 近在中廣論壇 下午五點 準時收聽 新聞隨時聽 資訊隨時新 30分鐘掌握世界 中廣新聞網 News Radio 好的 歡迎回到我們新聞11的現場 我們今天的喝咖啡大來賓 就是我們的前副總統呂秀蓮 剛剛廣告底下有跟副總統 來做一些聊天 對於現在這個局勢 蠻新的現在選戰 其實呂副總也有提到說 感覺大家各黨共派 立委派出俊男美女 感覺在選美 跟這個過去不太一樣 我們要以政策為最重要的一個導向 那我們也看到說呂副總統 其實之前有跟前總統府 秘書長羅志強他有一些互動 因為我們的邦交國 就是很可惜 我們少了兩個邦交 但剛剛我們的呂副總統也講到 林邦交的這個基礎 也是可以讓台灣重新 夠夠夠再出發 好 那我們想要問一下 就是說對於現在這個兩岸政策 外交政策 這個題目雖然很大 但是我們也希望親耳聽到 這個我們的這個呂副總統 來跟我們講一講 因為剛剛也講到這個 所謂的中立國 欸我們台灣真的是可以獨立的嗎 那現在的辣 中立 對中立對 那現在辣台派是假台獨嗎 你有覺得是這樣子嗎 就還是說這個中華 因為中華民國這個 你一定覺得是說 他們是不敢去大陸去秀這個國旗 中華民國走不出去 但是辣台派他有辦法做到台獨嗎 還是他是假台獨 你怎麼看 我認為真假 這個可以科學檢驗 那我的檢驗方法是 我認為台灣已經獨立了 1996年3月23號 大家回憶一下 這個如果你有去投票 你已經用行動來證實 我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因為有史以來 第一次人民可以選國家領導人 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是什麼 不過那時候的國號到現在 還是叫中華民國 那可是這個中華民國 選出來的總統是李登輝 那我覺得這個中華民國 跟1912年在南京成立那個中華民國 其實是或者有人講2.0 或者說其實是不一樣 我用這樣來區分 大家應該就可以接受 1912年在南京成立的 是那個代表在中國的一個 那到台灣以後 1996年台灣人民選出這個總統 這個中華民國 即使同名也是不同意義 大家可以接受我這個主張的話 我們都獨立了嘛 那本來國號就是中華民國 可是在國際公法上就有爭議 因為從1997年聯合國 就不承認中華民國 結果帶動了全世界大部分國家 都跟中華民國say bye bye 目前只有15個國家 那有三個國家實在就是人口非常少 那也很可能還會斷幾個 那這種情況之下 中華民國怎麼走出去 假如擁護中華民國的朋友 你積極的在這方面努力 我想會得到尊敬 就是因為一方面說 可說中華民國 一方面一到中國大陸 一點都不敢 其實收起來 那如果中國大陸 哪怕是芝麻小官來台灣 你們阿諭奉承 國旗藏起來 國歌不敢唱 你這樣如何讓大家看得起 有信心 所以不得已才會有更多人 就說那我們就乾脆用台灣嘛 乾脆用台灣的名號重新出發 所以我這麼一解釋 但是不要仇恨 因為目前好像講到這個 我認為台獨 主張中華民國就是拒絕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就是華獨 你就接受台獨華獨 那我覺得台獨華獨我想做的是 台獨華獨一家親 我們同命共濟 同舟共濟 那所以如果我當選 第一個會促成藍綠對話 我已經再進行 接著下去 我們統獨也來對話 然後我一定會在就任以後 半年之內大家融合 然後可能第二年 盛大召開國事會議 不同意見 大家的國家認同 國民有不同意見 經過理性的辯論在全國各縣市 我們都辦好這個 然後總和意見 在正式的辦一國事會議 我們現在是4點0嗎 對 所以我把它界定說 中國國民黨到台灣來 今年70週年 每一早事件40週年 政黨輪替20週年 明年1月就是20週年 5月20週年 那這些都是我們的歷史座標 還要莊嚴看待的 那所以我會覺得我們告別悲慘時代 我們進入民主 那這個4點0 我們其實堂堂堂堂堂堂堂 可以選擇和平中立 因為全世界有20幾個國家 而且加上聯合國 我講兩年前正式通過決議 鼓勵大家 所以這是政治正確 而且現在新的一個安全戰略館 是希望周邊國家 不喜歡戰爭 愛愛和平國家 還變成一個中立國的集團 這是最新 我其實也辦了好幾次的國際會議 叫東亞和平論壇 我原來專門研究中立國的專家 他們來了解 我在推這個 他們覺得太棒了 台灣 日本 其實日本的和平憲法 也是某種程度的 這個中立 他不許他發動戰爭 不許他有國防軍可以自衛隊 那韓國南北韓的領導人 心目中也希望他們未來 可以變成幫聯或者聯邦 然後選擇和平中立 那呂副長當 菲律賓他們說 我們老早就中立 他們都在中美之間平衡 因為他們加入這個 東南亞不結盟的組織 所以這一想 中立離我們很近 大家覺得很陌生 我剛剛推的時候 大家覺得當笑話 不是 我們周邊這四個國家 如果能夠集合在一起 那我覺得中美兩強 要怎麼爭鬥 由我們四國來做 平衡穩定的力量 台灣就可以重新出發 那呂副總統 你會就是我們推進 往中立國的方向去 那你會改國旗 改國號 改國歌嗎 我不重要 很多事情 聽大家的意見 我們理性辯論 做成最好的選擇 這我覺得是這樣 不會 我最近不講一句話 國家不是你家 國家也不是我家 國家是你我大家的家 我是要提醒現在 這個當權者 最近太濫權了 大家都看到 那個政策買票 我也是受不了 所以以前我做 在民進黨 對國民黨所做不滿意的地方 我不容許民進黨 這就是我的基本原則 OK好 那我們再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 11點40分 我們要來開放我們的 Coin專線 02-2501-5515 02-2501-5515 到時候等一下 我們呂副總統 我們旁邊這個 超級的喝咖啡大來賓 要跟大家 我們坐著 好好聊一聊 有關大家 有什麼想要問我們 呂副總統的 都歡迎等一下來打 撥打我們的 Coin專線 02-2501-551515 我們先休息一下 阿財啊 兄弟喔 新聞事件這麼多 政治人物口莫橫飛 你需要撥開雲霧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廣論壇 每週一到五 上午十點鐘 邀請明家鄭村琦 董志森 江明清 游淑慧 郝龍斌 許巧鑫 陪您聊新聞 談時事 最精采的觀點 最精準的分析 近在中廣論壇 中廣論壇 每週一到五 傍晚五點鐘 邀請李俊逸 王玉銘 中嘉賓 陪您聊新聞 談時事 最精采的觀點 最精準的分析 近在中廣論壇 下午五點 準時收聽 新聞網改版囉 重新出發 謝燕榮七點鐘 三十五分鐘早報新聞 李雅園十二點午餐新聞 黃麗鳳十八點新聞院 還有十分鐘早報 新聞早點名 理財APP 手機桌機收音機 鎖定中廣新聞網 新聞快又廣 全球大勢不漏網 我們不再是我們了 我們依舊是我們啊 我是中廣主播李雅園 中廣新聞網 News Radio 好的歡迎回到新聞11的現場 我們看到我們現在 呂副總統呢已經呢 戴起了耳機喔 等一下要來請聽人民的聲音喔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Do you hear people 他們有很多的question 想要來聽一聽 好我們首先呢 在我們第一個 就有觀眾朋友 聽眾朋友來打電話進來了 我們來聽一下 聽眾朋友的想法 來請說 哈囉 嘿你好請說 我台北姓楊 楊小姐你好 我想要問一問李副總統 請說 蔡英文現在這樣子做 這樣子急急的買票 這樣子發錢 發那麼多的錢 發36億去買一些觀光扣進來 這樣子他是不是要把台灣敗掉 這是人民的納稅錢呢 我懂 第二點你想 以後出生的小孩子 再一步就是要揹兩百萬 他可以負責嗎 馬英九吃一個便當一百五 他說馬英九不知百姓的痛苦 他請一個煮飯的一個月六萬塊 他這樣子可以嗎 你問李副總統看看 OK好 我們來請李副總統幫我們回應一下 對 這個你應該年紀比我輕 我成年好姐妹了 你剛剛講的政策性買票 我個人也不能接受 因為我來民進黨的時候我們也反對 國民黨當家的時候我們也反對 所以市會標準是一致的 這是我的基本原則 那第二點 如果我當前我一定要促成 我們要用什麼方式來宣布 這個 這個叫行政首長 行政首長 在選舉投票前半年 不可以有任何政策性的 新的措施 明顯是用政策買票 用全國的資源 來為他個人連任助選 其實我更想推動的是 以後總統的任期只有一任 五年一任 因為或許要延長對大家來討論 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這個很嚴重的問題 而且普遍性各國都一樣 如果有兩年任 第一個他剛選上的時候 都沒做過總統 他要花兩年去學做總統 可是兩年以後 稍微進入狀況 他又變成候選人 每天啪啪燥 其實都是在助選 每天逢妙必報 還要到很多地方小吃攤去吃東西 明明不好吃也要裝得好好吃 那人家人民選給你 薪水那麼高 是叫你到處吃來吃去 跑來跑去 沒有人敢講 我就是看不慣 再來還有因為要連任 所以你太多的 以前幫你跑票的 給你錢的人 他就要求就來了 所以原來講的就是說 我一定要怎麼改革 到時候都沒有 我覺得就是因為 有連任的壓力 因為他還需要他們再支持 我大膽挑戰這個 如果我當選 我以身作折 就是照現有的憲法 四年 我不眷戀 我只做一屆 我現在不太敢大聲講 所以因為大家還要幫我連署過關 我過關變成正式候選人 我一定以身作折 只做一屆 所以這樣的話 我希望要推動改革 我沒有連任的壓力 全民的意願 我全部來支持 那我只講一件事情 這個 蔡總統跟我很不一樣 他當然出生在富豪之家 那他現在用的預儲 據我了解 好像那個六萬塊是他自己付的 對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我是覺得可以諒解 可是我當副總統的時候 我當然我必須要有管家 可是我卸任以後 我跟各位講 我自己煮飯 我上班我自己帶便當 包括今天 那我要上菜市場買菜 我立即 所以現在三個候選 庶民是我 他們已經當官了 我是庶民 所以我一定要去菜市場 我去了解菜價等等之類 所以這個星星知我心 我想我知大家的心 OK 好啦 我繼續接聽下一通電話 有什麼問題想要問我們 呂副總統的呢 你好 我是台北的蔡太太 蔡太太你好 我非常敬佩呂副總統的 謝謝 這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 也非常敬佩呂副總統為 婦女權益奮鬥一生 更敬佩呂副總統在這個 國際觀上面獨特的見解 但是有一點 然後我想要請教一下 呂副總統 就是說你剛剛在專訪的時候說到 這個邦交國的問題啊 我只想請問這一件事情 如果中共繼續的挖我們的邦交國 所有邦交國挖光了之後 那麼台灣啊 中華民國的就變成名存實亡 在那個時候就幾乎國際上就會認定 台灣是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審 請問如果在那個狀況之下 副總統我們如何的去確立我們是中立的 我們如何推動你的四個國家 能夠聯合起來去對抗美國日本啊 美國跟中共這個阿爸的正確 謝謝蔡太太 可見你非常關心時局 第一個我先澄清 我沒有哈佛的博士學位 因為當時我有拿到獎學金要念 那我的研究知道 美國要跟台灣斷交 我非常的著急 我請示我的指導教授孔傑榮 他就說你趕快回去啊 你的國家有難你就回去好了 所以呢 我就放棄這個公讀博士的學位 不過這幾年呢 我受到一些國家的承認 我目前有六個國家的國立大學 頒給我榮譽博士學位 當然跟真正的博士學不一樣 所以我一定很誠實 謝謝你 好但是我想 對我想最重要的最重要 這個我們這位蔡媽媽提的問題非常好 我不是一開始有講 我已經做好萬一我們變成零邦交的話 要怎麼因應啊 所以趕快國內要形成共識 我們國家的名號 我們內部經過激變 吵架也沒關係 趕快形成共識 所以召開國事會議大家來決定 然後重新出發 那這面很重要的我剛才講 我一定讓台灣升職 而不是讓台灣貶值 所以要做什麼呢 我們看看美國現在 把台灣怎麼定位 三句話 我也希望大家去傳 第一個 他說台灣是民主的成功故事 第二個台灣是可靠的盟友 這個盟友就接近要承認我們是一個國家了 第三個很有趣 他說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 那這給我很大的啟示 如果我們全民都去廣傳這三句話 然後我們對自己有信心 我們其實在外國人眼中是很棒的 我們不要再自我貶值 不要自我沉淪 我要讓大家升華 是 經過辨證以後的國民 我們大家一起來往上提升 國家定位 我相信全世界會對我們刮目相待 台灣是一股良善的力量 我都感動的快哭了 是 所以我們全民超越一切 就是讓台灣 讓世界認為我們是一股良善的力量 好來我們繼續接聽下一通電話 有什麼問題想要問我們的呂副總統您好 呃您好呂副總統您好 是 您好 歡迎 其實我知道呂副總統現在已經 好像之前有宣布說他已經脫黨了嘛 那其實在還沒脫黨之前 其實呂副總統就是民進黨裡面 我算是唯一比較欣賞的人 那我想請問呂副總統 如果您當選總統的話 我相信目前像現在國會立委 還是應該會被兩黨所把持住 那呂副總統如何跟兩黨的立委合作 讓那些立委願意支持您的政策 實現您的政策呢 謝謝 我想這次由於政黨法的實施 必須已經成為政黨的350個政黨 你必須要參與選舉 如果不然會被淘汰 所以現在會這個小黨林立 但是會這個精英進出 所以衝擊了這兩黨的立委 未來的立法院 可憂可喜 憂的是如果這樣一場混帳 選的都是俊男美女 俊男美女是個美的加分 沒錯 像我們主持人就是 可是問題是 國會不是表演場所 對不是選美 不能做一個綜藝台 我們有沒有一點歷練的人就進去 甚至於我大膽的 我現在講一句會有被罵 我覺得我們很多事情都要考試 如果以後我們公職要競選以前 也經過一個簡單的考試 憲法你總該知道吧 對 然後未來要 台灣要進入國際社會 簡單的英文考試 是不是也需要 類似這樣 我的意思是 還有法律常識也要 對當然 所以類似這樣 我都大膽講 以後跟大家一起來思考 我會提出一些 可能很驚悚的主張 就是突破性 但是我不會講結論 因為我不能這麼阿拔 是 可是我會歡迎我們國人投拔 開始別人不敢講的主張 我來提倡 然後大家覺得不好的法律要修改 那因為我這樣很開闊 所以現在已經有二十幾個政黨要支持我了 是 所以我國民黨跟民進黨 我知道在聯署也很願意支持 因為我講別人不敢講的話 我們要挑戰已經過時的傳統 然後我們要努力來打造台灣歷史的新桌標 是我們聽到現在也可以感受到說 呂副總統對於現在的這個民進黨 或是蔡政府 其實有蠻多的就是爭編之言 我們不要說是批評 而是提出呂副總統他對於這個 我都是建設性的 起碼我沒有破壞性 我不會製造任何政治垃圾 會不會擔心就是 如果你現在是 你現在是脫黨了嗎 還是說會不會擔心說 未來這個民進黨 可能黨主席 我去年就宣布脫黨 那他在說為什麼黨 不寄回去 因為我捨不得 我還是愛民進黨 是愛民進黨1.0的 那時候充滿著熱情 有理想 有黨魂的民進黨 那現在的民進黨 其實已經 對不起 我講老式的國民黨的問題都重現 所以呢 我退黨是退出這個民進黨2.0 如果要給我黨紀處分 我也欣然接受 而且我們公開來談 是誰讓民進黨違反黨紀 誰第一個違反黨紀 大家重新來檢討也是好 呂副總理好像對這個 蔡總統的這個民調 你擔心他會雪崩式下降 是不是 因為這個時候你出來 你也擔心說 現在可能會重演 像宋楚瑜那個時候 民調很高 那後來就落選 就突然一個雪崩事件 整個局就變了 那裡面還有一個秘密 這個刑票案發生 是在我正式被提名以後 嗯 我不曉得是誰去 不過基本上 我在兩千年 跟拿北陳水扁 一起競選的時候 Mission impossible 誰會相信 我們可以五十年 一黨專政的這個政權 乖乖交下來 可是我一旦決定做事情 我就盡力而為 所以其實我當年的各種民調 不只比其他黨的副總統候選人還高 我可以講 我都比所有的總統候選人 民調都高 甚至當時那個新聞事件還傳出說 那個時候民進黨內海 甚至還要來廢除副總統 這樣的一個職位 有有有 對那當然 那時候那個男性沙文還很強 所以就是逢禮必返 我也都經歷過了 可是還有這個有記者 他每次我選舉剛好他都跑我 最近就是黃偉漢 他說我每次選舉 都是在不可能當中去當選 然後都是在很短的時間去當選 而且還實力逃生 實力逃生不會 我都成功了 那當然我不能講說我這次怎麼樣 我也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因為我看到台灣就像鐵達尼 如果不換船長的話 我覺得越來安全度越有問題了 所以希望大家去讀鐵達尼 為什麼會沉船的這個真實的故事 不要停留在這個男女主角的浪漫 沒那麼好 死亡沒那麼浪漫的 誰造成那麼多人死亡 這才是我們大家共同要面對的 對但是我相信呂副總統 您也有這個浪漫的一面 對於這個政治的一些理想 是有一些憧憬的 但是我們也要問就是說 我們未來因為連署 我覺得28萬對呂副總統不是問題 破40萬可能也不是問題 那您真的要這個選到底 會不會到後來譬如說有些人可能 民進黨這邊有一些壓力 有那個什麼氣保效應 到時候又笑你 忽然有沒有階段性任務結束之後 你就退出 你有可能這樣的事情發生嗎 還是說絕對選到底 不是我我本來不想選啊 後來這麼短時間決定選 就是因為我抱著要救台灣 我看著這個條這個大船不要沉下去 所以即使我沒有當選 如果我的言論能夠獲得誰當選的人的這個支持 拿去做政見 或者是我也公開講說 民進黨最好不要把我當敵人 我的任何的主張 如果你們覺得有道理願意接受的話 我也樂見其他 如果蔡總統把我的證件拿來做他的證件 保證他當選 我也不反對 了解 我目的也達到 我才是真正的kin maker 那你們更是kin maker 大家要選下一任的總統 是為你的幸福而轉 不是為你的政黨 最後有一點時間 我們請我們呂副總統來我們宣傳一下 我們的連署點現在目前 有哪些地方可以來做連署 那或者是甚至說哪一些地方會收 可以收取到我們的這個連署書 是 我其實現在是潜水艇 不是鐵達尼 所以很多點都在部署 不是說神秘兮兮 而是我看不見的人都在幫我連署 但是我很快 我希望我 因為才宣布 我希望 對此下個禮拜 我希望能夠在立法院大門口 有一個連署站 找幾個大家可以注意 那我也在各縣市在部署 但是我覺得我看不見的在幫我連署人更多了 所以我想我非常感動 對大家也可以上呂秀連副總統的這個粉絲專頁 上面也會有一些詳細的資料 有哪一些東西您的有連署之後的連署書 該寄到哪裡去呢 在粉絲專頁都有 我來很簡單 對我們一點點時間30秒 好 連署書你不用來找我拿 你可以在這個我的網站裡面下載 然後連署好記得把你的這個身份證的正面 影印然後貼黏貼在上面 然後就麻煩你暫時用郵寄7塊錢 不好意思算是你花7塊錢為你的前途 然後我們這個等公開的這個網站部署好以後 會另外再公布 好非常謝謝你 好節目最後面我們來播送這一首 也是我們呃呂副總統呢 有剛剛最近有提到這個悲慘世界 其中有一首歌也蠻好聽的 I have I dream a dream 這首歌非常的輕鬆 那我們跟呂副總統一塊來收聽這首歌 我們節目到這邊先結束 那希望大家持續鎖定我們新聞11 We dream a dream 拜拜 拜拜 我們大家